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泡泡糖老师 泡泡糖老师 儿童烹饪教学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 快来看看今天要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巧克力饼干 准备的材料有 奶粉 盐巴 浩打粉 蛋 乌椰奶油 巧克力 细砂糖 低筋面粉 大家好 我是爱吃爱健康的威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巧克力 巧克力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 适合爬山 浇油时 作为储备食物系带 它可以提供蛋白质 钙质 维生素1 和许多种矿物质 而小朋友最好选择多加了牛奶的巧克力 营养还会更加分喔 但是巧克力吃多了 可要小心肥胖 好高兴喔 今天要做我最喜欢的巧克力了 对啊 吃巧克力可以让心情变好喔 没错 每次只要我很累的时候 吃一颗巧克力 精神就来了 妈 我跟你们说 在英国还有巧克力节呢 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艺术品 还有创意巧克力 比如说 辣椒 辣椒巧克力 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参观 巧克力制作的流程喔 真的吗 好想吃喔 听得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是 赶快叫我们做巧克力饼干吧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把奶油打软吧 好 那打奶油的同时 我们来请小厨帮忙我们打蛋好吗 那紧接着我们请香师傅 帮我们加一些砂糖和盐巴 全部倒进去吗 对 没有错 麻烦大厨帮忙我们过筛好吗 好 没问题 帮我们把低筋面粉 奶粉 还有泡打粉都一起过筛喔 过筛呢 可以让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感更细致喔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请小厨帮忙我们加蛋液 好 记得要分三次加入喔 好的 搅拌好了以后 我们接着就可以把粉倒进来囉 好 那就请小厨来帮忙 倒进来以后我们就轻轻地把它拌均匀 轻轻地 那搅拌面团的同时呢 我们要请香师傅来捣碎巧克力喔 没问题 放到塑胶袋里面来 换进去 然后呢 用一个布这样盖起来 没有错 然后拿一个可以敲东西的棒子 轻轻地敲 那我们就把一些已经碎掉了把它夹进我们的面糊里面来 好 把鱼 哦 巧克力 那我们加好了巧克力脆片以后就用我们的刮刀把它拌均匀 好像可可粉 好像布丁喔 好像很好吃耶 嗯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巧克力面团放到烤盘上面咯 嗯 怎么放呢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面团它是比较湿的 嗯 所以我们要用汤匙帮助我们一下 好 那记得放的时候呢 要有离一点距离 要不然它会粘在一起 嗯 然后沾一点点水在你的手指头上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要压 你看 然后我们把它捏成饼干的样子 先把烤箱预热到180度预热个十分钟 嗯 这样就可以了 放到180度的烤箱烤二十分钟 美味开动 我们快来吃看看 好香喔 巧克力好好吃喔 我觉得搭配牛奶一定更棒喔 而且做法还很简单的 大家一起动手做喔 对啊 我们今天做的巧克力饼干 好香喔 所以下一次不要忘了准时收看 料理甜甜车 下次见 拜拜 倒入混合均匀 取适量面团 揉圆后压扁 倒入烤箱烤15到20分钟 就完成啰 顾对吧 不顶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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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宽宋